一顿饱饭 这个小镇子虽然很小 没什么吃的 但生活氛围特别浓 人脸上洋溢的都是笑容 从当地人的表情 就可以看出来这个地方的幸福指数高不高 如果你看到过来的人都是愁容满面的 证明这个地方压力很大 比如像一线城市 但是你要看到这边的人走过来的时候 都是面带笑容 证明他们很幸福 生活压力不大 幸福感强 消费应该也不是很高 因为我们刚才吃了碗面八九块钱一碗 吃完饭 我们回到车边继续出发 因为这边呢还真的是不是很适合停车 所以呢 我们还是往前走去我们 看好的一个休息地 去休息 沈道福区 沈道福区这儿竟然 来 看前面这个蓝牌子 写了啥 房车引地 这边专门是给房车停的 这边明显是老头老太太锻炼的 引地在哪呢 也就是停在这儿了 要安静点 背着 公路 这儿多安静 对呀 刚好夕阳 这儿咋地 这儿可以啊 咱们写着房车引地嘛 那边是不是有水电的写着房车引地 你咋了 裂开了 吃完面拉肚子 那也太快了吧 这儿这个牌子是写 写着房车引地 哦就这个位置 我不想那离马路上是近的 对 还不过吗 就是有可以停房车的 这个 允许让你停房车 对吧 这个还是真的很少见的 还没关门还不错 对 但是卫生间估摸着 宝东服务区 嗯 估计是 写着加水吗 上面写着加水 写着加水洗手间 转 锁什么 厕所关掉的 厕所是锁着的 这边也是锁着的 贼紧 连间隙都没有 好好嘎 崩溃了 哈哈哈哈哈哈 半天要打开他的帐篷 正好现在太阳刚刚好还有点亮 趁亮赶快打开 一会儿缺黑 看这个只需要两步 第一步打开卡子 第二步掀起 盖板 好他自己弹起来 掀起盖板 呵呵呵呵 呵呵呵 然后再把梯子 哦梯子一拽他那里边那层就出来了 对 只有梯子的杠杆的原理 它蛮撬直的 哦对对对 哦 就撬直了 哦 梯子太长了 还湿的呢 收一收 今天没晾干 这个打开还挺顺畅的 但是这个 这杆不得直起来吗 对那个可以给它直 拖一下就行了 进出不方便 好嘞 这会儿完事 挺好 这就是我们今天的营地了 漫肩已经把它帐篷打开 阿婷因为吃面吃坏肚子了 直接搬在车里去了 就说了一句啊 揍不了了 然后就走了 这个帐篷现在比之前漫肩那个帐篷打开速度要快很多哈 大概就一两分钟就打开了 收的时候也很快 便捷很多 有户外灯 这个户外灯条虽然短小 但是应该是亮度是足够的 看一下 先插上试试 这会儿还没黑透 还没事 反正现在已经 相机已经快有点拍不清楚了 五十眼睛 小心别伤到 五十眼睛的了 应用不上吧 伤到了不负责啊 呵呵 你先偷上看看 离远点啊 我要引爆了 来吧 还挺亮 这个就足够了嘛 上下梯子看得很清楚的 对啊 很亮了 对吧 地下这边就很亮了 有点刺眼 对 还装到那就好了 对 还装到上面就好了 从上往下 撕下来的 是吧 你只需要在上面装一个那个啥 就可以在这上面 哦 魔术贴的 对 回头给那上面的两个魔术贴就行了 他这上面没有魔术贴吗 没有 自己到时候会给他弄两个就行了 对 装到这儿的话就是刚好照这个下边 对 不过地上倒是倒是出来 这前面这边还照的挺亮的 充充电吧 81的电 不充有点浪费 你这两度电真的是用不了 发电量太猛 储存 储存起来没用 油烧的烧油的这个发的电都浪费了 一开始还给要准备什么太阳能 完全用不上 停车之后呢 要把昨天洗的衣服晾下 因为昨天一直在下雨 没有晾到外边了 但是现在晾不晾吧 怎么想 没有什么太大意义 还是在隐地 我希望打开放一下雨呢 衣服已经要搭船晾下 这就是我们昨天洗的衣服 都在屋子里边晾着 拿到外边去 马上晾下 好 就这样 回到车上我们先 工作了一会儿 看外边的衣服 外面收回来有没有虫子 还好这边虫子还比较爽 可以继续再放置 床铺 收拾一下 然后我们就 早点休息了 今天这个地方 还是挺不错的 十分安静 我们现在的电有95% 因为我刚才一直在工作 所以大概用了5%的电 我们就完成了 其他的事情 是时候研究一下我们的之后的路线了 因为现在目前我们之前用的所有找 营地的手段已经 都不好使了 所以 P91 91 所以我们现在这个 得需要靠最原始的办法 从 地图上来大致找这个之后的线路 长白山 鸭路江这 这条是我们之前准备要走的 但是 天池我们去过了 但是之后就不能再走了 黑龙江有5个 5个房车营地 有花果山 自驾营地 在伊春呢 还有千鸟湖 在双崖山 然后 黑龙江哈尔滨有一个 中俄 黑龙江这边有个营地 黑龙江总共有123 45个营地 就看我们能不能路过吧 因为我们不会直接 办着营地去的 只能是路线比较符合的 我们可能会去 我们来看看这个 我们之后要走的这条路线 我们现在在哪里呢 在虎林市 在这个位置 之后呢 我们的线路大概是这样子哈 就是最边边上这一条 一直到黑河 然后到湖满 然后到墨河 到北极村 最左上角这个小点 小点就是北极村 所以我们现在大概从这边过去那边还有两千多公里吧 两三千公里 虽然直线过去是很快的 但是如果这样走国道的话 我们不知道要走多久 目前来说 看看中国自驾线路上面有没有这个 黑龙江的这条 东北边境线 四十五 所以我们这些书啊 其实就是把卫生人拿出来 东北边一线看我们现在就走这个 起点 他们是从起点反过来走的 他们起点从黑河开始走的 然后但是我们现在呢 从虎头这边 就清华日军的最正陈列馆哈 虎头这个地方震宝岛 然后 新凯湖我们去了 然后感受这个中俄边境湖这个感觉哈 下一站我们就可能到 珍宝岛 然后还可能去这个 黑虾子岛对 黑虾子岛在鸡头呢 这刚刚好在鸡头 他从黑河到这边有1250公里 到这个黑虾子岛 你想从黑河到这个尖就1250公里 所以说到我们这估计 还有一千多公里 最佳拍摄地 最佳 风景路段 大小新凯湖间的林莹大岛 长白山桓路 这都我们都走过哈 之前我们的视频也有拍过这个 然后这之后就会详细的介绍这个 每一段的路线 要 到什么地方 还要做这种 一春的这个 火车 我刚才为什么加了个卫生池的车 书签加进去 呃 还有一本东北 整个就是介绍东北的哈 然后这个是适合我们走到什么地方 看什么地方 黑龙江这部分我们就看到50页 从50页开始 然后我们走到哪里看哪里 好 海龙江到这边 哈尔滨 雪香 七七哈尔 墨河 黑河 一春 服院 新凯湖 我们从130页开始 123页 沿着龙江 一路向东 冬极的话 我们要去嘛 黑虾 黑虾子岛就属于是冬极了 好 我们再把这张书签放在这儿 我先 研究一下地图 看之后的线 为什么